今天广州市白云区已经发布了加强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 今日起到11月25号 严格限制人员流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现场看一下 当前白云区疫情影响下 白云区的城中村现状又是怎样的 可以看到这边超市有很多人过来囤购生活物资 而商场里的其他门店都是关门暂停营业了 看现在这个商场的超市里面真的是挤满了人 现在时间是11月21号下午的一点多 现在超市里面真的可以用水泄不通来形容了 很多购物车都是挤在一起无法 可以看到现场很多市民过来这个超市囤购水果 蔬菜和肉类等生活物资 现在大家听到要风控 或者静态管理后的第一反应都是去囤生活物资 而现在这个超市里真的是热闹非凡了 可以说比过年还要热闹 这就是现在城中村出入口的现场情况 静态管理只进不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街道上的情况 可以看到现在街上的车辆也是非常多 这边是出现了堵车的情况 而现在在白云区每日必不可少的就是验核酸 因为现在是要求24小时核酸进村 好了 这期广州市白云区城中村 2022年11月21号现场情况的视频 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